各位我们继续我们Go Now语言的讲解 那现在呢我们要准备讲解第五章 第五章就是我们的程序流程控制 流程控制呢是我们编程里边特别重要一个知识点 这里面呢就会有编程思想了 前面其实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对不对 那么到了流程控制呢 这个地方就会有逻辑的概念 就是有逻辑判断的东西在里面去了 那我们的编程思想 其实就是主要在流程控制这一块呢 就融入进去了 所以说这一章呢 听起来可能比前面要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呢特别有意思 因为当我们把流程控制讲完以后呢 同学们就多少可以做些东西出来了 来吧我们来看看流程控制 给大家讲解什么内容 打开我们的幻灯片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章节讲什么内容 首先呢先把程序流程控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同学们看啊 在程序中程序运行的流程控制 决定程序如何执行 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主要呢有三大流程控制语句 我们不管什么编程语言 同学们 如果说同学们学过别的编程语言 那就更轻松了 如果你是零技术的同学呢 我告诉大家不管是什么编程语言都会有这三大流程控制 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顺序控制 第二种呢我们叫分支控制 所以分支就是说在你的逻辑里面有义辅要使这种判断的东西了 说条件如果为真我们怎么做 条件如果为假我们就怎么做 就叫分支 另外呢还有一个循环控制 循环控制呢是我们用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另外一个呢要给大家讲一讲 这三大流程控制呢可以独立使用 同时呢也可以 也可以混用 也就是说在一分支里面我可以欠循环 循环里面呢我也可以有分支 说这样一结合呢 这个程序它就非常的 就是能够处理一些业务业务比较复杂的这种逻辑了 能理解吗 好的那现在还是老规矩 我们把笔记呢也给大家补一补 好把它打开 同时呢把我们的VSCode也打开一下 好 我们把笔记也补一补啊 同学们 好的我们把笔记补一补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把我们这个域 把我们这个目录也把它更新一把 这样子呢就更全了 好现在呢我们先定位一下啊 我们上次呢已然讲到了未运算符和一未运算符 一未运算符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新开一个章节 新开一个章节 好在这吧 好吧 那么我们这叫流程控制 程序 流程控制 好 这地方呢 我们给他一个标题一 对不对 来吧 标题一 第五章 那首先呢我们讲的是第一个内容 就是程序流程控制的基本介绍 是吧 刚才老师呢也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说了一下我们流程控制 呃 要讲解什么东西 他大概是什么东西 好这一块呢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笔记里面来 这样子呢 利于我们以后的复习 把代码稍微的整理一下 一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顺序控制 对不对 第二个分支控制 第三个循环控制 那 我在这把 把幻灯片 这个PPT里面内容 放到我们笔记里面来的内容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引起大家一个思考 其实我完全也可以把 把我们笔记就直接放在word文档里面去 为什么我没这么做呢 是因为如果直接放这吧 大家 没有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能理解吗 所以老师在 把我们的幻灯片里面内容 放到笔记的时候 其实也是 让大家看到 老师的讲解的一个思路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是这样做的啊 同学们 好 那现在呢我们说一下 第一个叫顺序控制 好 我们来看顺序控制 这一块是什么内容 来给同学们说一说 所谓顺序控制 听其名而知其业 所以顺序 就是按程序 按照他的编写的顺序来执行 这个就叫顺序控制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的 这个案例 也是给的比较清晰的 看这 程序从上到下 逐行的执行 中间没有任何的判断和跳转 这个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顺序控制 也就是说 他的默认的执行 顺序呢 就是从上到下 开始执行的 如果中间没有 遇到任何的判断和跳转 他就是执行语句一 执行语句二 啪啪啪啪啪 然后执行语句N 你比方说 我们打开我们的VSCode 打开VSCode 我们来随便找一段代码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来看看 他顺序控制是什么 什么一个意思 看一下 好 我们比如说吧 同学们 我们打开上一次的一段代码 比如这是个练习 对不对 比如这里吧 大家看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题 就是求还剩多少个星期 多少天的这道题 大家还有印象吗 所以你们看 我们这一段代码 我们这一段代码 老是高亮的这段代码 其实里面没有分支 也没有循环 也没有跳转 那么我们的语句 就会怎么执行呢 各位 他的执行的时候 就是这样执行的 从第八行 按照顺序执行到18行 最后呢 整个代码执行完毕 这里面没有任何跳转 所以所谓顺序 就是按照你代码 编写的顺序 从上到下 逐行执行的这么一个流程 我们把它称之为 顺序控制流程 能理解吗 不难吧 好 我把这个呢 给同学们放到笔记里边去 好 我把它放到笔记里边去 来 把这段 试译代码 放到这里面来 好 来吧 对家们 写一写 我们看这个顺序控制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是个案例 对吧 所以顺序控制是这么一个流程 把它放到这里面 好 这是它的一个案例 我们写到这里 一个案例说明 案例说明 比如下面的 案例说明 比如下面的代码 代码中 没有 没有判断 也没有什么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 因此呢 它就 因此 程序 程序 按照 按照 默认的执行 流程 执行 默认的这个 那个流程 执行 流程 执行 就是我们所说的 即 顺序控制 即顺序控制流程 即 顺序 控制 顺序控制流程 好的 这是一个小案例 那么我们同时呢 也把它的一个示意图 给大家放到这里来 顺序控制的 顺序控制的一个流程图 那么流程图呢 我给同学们放到笔记里面来 给它一个小箭头 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对吧 大家看 我这画的一个流程图 也清晰的描述了 它执行的一个顺序 这块我们放到笔记中 对吧 另外一个呢 还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哪里呢 同学们注意听 我们这个顺序控制的时候 听我讲啊 顺序控制的时候 那么它默认会采用一个叫做 向前引用的一个规则 怎么个意思呢 勾浪中定义的变量 采用合法的向前引用 打个打个比方 你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 它就是正确的 我先定义了 Lumber 1 在这里我先定义了 或者要声明了都可以啊 我声明了 声明了Lumber 1 然后呢 我在这里再使用 再使用Lumber 1 你看 我在这儿用到Lumber 1 但用Lumber 1的时候呢 这个Lumber 1 其实在前面已经声明过了 这就是正确的 但是呢 我们千万不要这么用 比如说我把这行顺序掉了 我先使用 你看我先使用 我先使用Lumber 1 然后再声明 声明Lumber 1 这个就是错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错误的写法 这个呢 你在编译的时候 直接给你报一个叉叉 这就好比 我们要到别人家里边去 我们先应该给人家打一声招呼 说哎 晚上我到你家来一趟哦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先跑到人家家里边去了 然后再说 我是谁 这是不对的 因此同学们注意 顺序控制的时候呢 他有这么一个向前引用的规则 能理解 好 我把这一个注意事项 给同学们放到笔记里面来 注意事项 放到笔记里面来 OK 给他来个标题三 好 示意图 我也给他来个标题三 这样好看一点 对不对 这样好看一点 OK 我把注意事项呢 刚才我已经有个小案例了 对不对 直接把这个案例放在笔记里面来 大家一看就明白 因为这块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业务逻辑 所以说老师呢 就一代而过了 大家应该能够听懂 对不对 也不难 好 同学们 那关于顺序控制这一块内容呢 我们就先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你要掌握的 也就是这些内容就足矣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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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